在这个地球上 存在着一群宇宙不同的人 他们的身体器官超越了常人的想象 这些器官不仅形态独特 更拥有无与伦比的功能和能力 在这个影片中 我们将解释出人体器官的无尽可能性 探索令人难以置信的身体奥秘 舌头上的坚持 触手会让你感到不安吗 如果你不是患有章于恐惧症的人 你可能可以大胆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在你的舌头上 你知道其实我们的舌头也有触手吗 要揭开隐藏在舌头下的触手 其实很容易 你只需要轻轻拉伸 舌头下面的超敏感的皮肤和组织 将它拉开 通过一些练习后 你可以在舌尖上创建一排小吃 虽然这不会让你变成神秘恐怖的怪物 但还是要记住 每个人的口腔都是不同的 只要有耐心 你就可以在你的口腔中发现隐藏的触手 首先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拉伸 超敏感的舌头下面的皮肤和组织 记得要特别小心 然后慢慢的可以创建一排小吃 延伸到舌尖 三胞胎 当想到怀孕时 人们通常会想到一个 容光焕发的猪妈妈 肚子突出可爱的形状 然而对于这位女士来说 她的怀孕经历有些特殊 她的肚子长到离身体有将近一米的距离 呈现出病态的青植色 只见这位孕妈的肚子 不像一般孕妇边垂直方向扩张 而是向前突出 再加上怀尺寸玩入一颗冬瓜大小 尽管面临困难 这位勇敢的孕妈 通过一个鼓舞人心的视频 与全世界分享了她不可思议的旅程 观众们亲眼目睹了她的身体 如何扩张和伸展 以适应她未出生的孩子 她展示了自己的母爱的力量和决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怀孕发生双胞胎的几率 也有为0.2% 三胞胎则是0.1% 她就是怀上了三胞胎 双胞胎以上的多胎认成 皆属于高危险认成 因此她在最后三个月时 甚至要每周 接受两次超音波检查 这绝对不是大多数人 影响中的怀孕经历 但她提醒我们全世界 所有怀孕妇女 拥有令人难以自信的力量和勇气 皮肤弹性 加里特纳是位英国人 她是一名杂酸演员 却拥有和陆飞一样 特别有弹性的皮肤 特纳可以将身上的皮肤 任意拉伸 通过测量 皮肤竟然可以拉伸至 15.8厘米 她也凭借这项技能 在2019年 被杰尼斯世界纪录 认证为世界上皮肤最有弹性的人 特纳身上任何一块皮肤 都能拉伸 无论是脸上还是脖子上 甚至是眼皮 只要轻轻一拉 便能让人瞠目结舌 即便是卷起上臂 展示肌肉时 在这种紧绷的状态下 仍然能将皮肤轻松提起 她要是把肚子上的皮肤 踹起来 她直接能当盘子用 最恐怖的是 特纳居然能将脖子上的皮肤 提到嘴部位置 几乎能遮住半掌 这个口罩 确实有些吓人 你以为特纳 是吃了入肥同款的橡胶果实吗 其实它是患有一种 非常罕见的皮肤病所致 名叫先天性 节地组织异常症候群 这种皮肤病 通常会导致皮肤异常松弛 且皮肤就像纸一样薄 比正常人要薄上两倍 患病概率也是低至50万分之一 然而怪异的疾病 并没有让特纳感到自卑 反而让她更加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 毫不掩饰地给人们展示 也因此成为了当地的名人 凭借这一生的超弹皮肤 她参加过无数综艺节目 甚至还登上了英国达人秀的舞台 如今的特纳 仅靠商业演出 一年的收入就可达近百万美元 特纳的成果毕竟是建立在疾病的基础上 像她这样的皮肤病 如果受伤的话也很难恢复 臣命的背后总有心神 老王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身体健康 百度不清 独角老太太 独角老太太 老人头上长了个脚 这事就发生在中国河南 奶奶已经百岁高龄了 脚是最近几年长出来的 刚开始只是一个黑点 后来越长越大 如今长越无厘米 质地十分坚硬 更加生气的是 长脚之后 老人的胃口也越来越大 每顿都要吃下一大碗 有人说奶奶是龙女 也有的认为长脚代表长手 刚开始 大家也没当回事 直到老人头上又冒出的黑点 才请来了医生 可头上长脚的事情 就连医生也没见过 经过仔细检查 发现脚并没有长在骨头上 而是从皮肤长出来的 而且老人对脚完全没有痛却 于是医生小心地切下一点 准备送到专业机构检验 检验结果出来了 其实这是一种白钱病变 也就是皮肤肿瘤 多见于老年人身上 长期接受阳光暴晒所致 幸运的是 多为良性肿瘤 切除后就可以正常生活了 毛人 在拍摄纪录片的这一年 奈特10岁大 生活在泰国的曼谷 他患上了全世界仅有10人 才有的先天性多毛症 奈特出生时 他的脸和肩上就长满了软毛 当时他患有呼吸疾病 需要在鼻子上做手术 所以他人生的前10个月 是在医院里度过的 奈特的父母不知道 该拿浑身是毛的孩子怎么办 大部分基因疾病 都是遗传的 但有少数是有一个基因的 随机变异造成的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科学家们 正在研究先天性多毛症的根源 科学家发现 一个神秘之处 是他完全是灵性发生的 所以父母没有影响 兄弟姐妹们一般也不会受到影响 因此病人会在没有明显原因 或家庭病死的情况下出生 除此之外 奈特很健康 但是他的症状没法根治 所以他的家人也无选择 只有去习惯 成为众人严重的焦点 随着奈特渐渐长大 他更加意识到人们的眼光 奈特的母亲和姐姐 知道他外出去公共场所有多难 因为他每次出去 都会引来大量的人来为官拍照 即使奈特想堵在家里 他也办不到 因为他还必须去上学 母亲正小心翼翼地 为他修剪过长的毛房 我们能看见奈特上学的时候 并不喜欢认识新同学 因为他害怕同学取消他 然而奈特必须去面对同学的好奇 而老师会阻止同学 一切欺乱了行为 在奈特的人生中 只有一个时候脸上是光滑无毛的 在他两岁时 他曾接受过激光治疗 但是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治疗的第一天 奈特的皮肤就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反应 但是等伤痕消退后 家人们第一次看到了他的脸 但不到一个月 毛发就重新长出来了 而且奈特脆弱的皮肤有受损的风险 这意味着不能选择激光治疗 至少要等到他成年 对奈特来说 是一个好久的日子了 再有一次 奈特将在母亲节参加学校表演 所以想打扮得漂亮一点 母亲把他的毛发剪断 然后父亲用刮胡刀 将剩余的毛发刮干净 这样做的磨损会很大 所以奈特不能经常这样 母亲看着在台上跳舞的女儿 感到十分的骄傲 因为这是奈特为数不多 能够展现自己的机会 时光仍然 数月如梭 一转眼三年过去了 尽管奈特的症状没有改变 但他已经学会接受自己的不同 他甚至参加了学校的舞蹈表演 他还被吉尼斯世界记录 正式确认为世界上毛发最发达的少女 他不仅没有赢获奖而感到尴尬 兴奋的奈特还飞去了意大利 在电视上展示自己的奖掌 成为世界纪录获得者 改变了奈特和家人的一切 他曾经把脸藏起来 躲避别人的目光 现在却是成为了最受欢迎的人 奈特成为了地方名人 甚至不介意被人拍照 现在没有什么能阻止他 尽情地享受生活 如今2023年 已经20多岁的奈特 在脸书上晒出了金照 照片中 奈特脸上浓密的毛发 不见了 已变成婷婷玉丽的大姑娘 重点是 身边多了一个可以依靠的人 个人网页主页 都是一些甜蜜的照片和文字